原本這半金華城案大家眾所周知的 就是柯文哲已經收押 而且同案還有很多在押被告 但其實今天簡聯又有大動作 從今天早上廉政署就大動作搜索了各處 那麼在早上的時候 帶回了相關的證人還有被告大概15人 那麼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直接走到了廉政署裡面 而稍早也傳出消息 在裡面的證人當中 有兩個人已經是證人直接轉被告了 那麼稍早民眾黨的副秘書長許甫也來到現場 不過他從頭到尾對外沒有多做發言 他身邊疑似是跟著兩名律師 疑似是帶著其他的被告的律師來協助的 那麼在廉政署的証訊程序 到目前為止都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今天是針對金華城案 還是跟柯文哲相關的其他的重大案件 我們也將持續為您掌握